两会期间 成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绿色发展步伐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引来了新华社等国内外媒体的密切关注 下面进入中外媒体看成都时间 新华社3月3号刊文报道 成都在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至2035年送诊稿修编过程中 坚持开门做规划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打破摊大饼思维 推动一张蓝图干到底 让决策更科学 努力建设移居城市 新华网3月5号以图文形式报道 成都市在推动城市战略转型 经济变道超车 重塑竞争优势等方面 做出重大约策 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 提供强劲支撑 解读成都如何全面升级导航系统 平稳开向新经济发展高速路 3月6号 新华网以图文形式报道 成都已做2000多年建成史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新时代开拓创新 后继勃发 跨越发展 转型升级 为新经济健康运行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